在五十大就喊同学们 然后大家一起喊同学们 我讲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北京临时学年先告成 的时候掌声啊 欢呼声就是在那边的时候 才看到我爸在 站在下面 爸就跟我说 儿啊 你知道你在干嘛呢 那个时候应该是我 这个最天人交战 最难过最痛苦 就是我躲吧 我爸已经躲了好几个小时了 结果他那个时候 看到我的时候我已经 喊出去了 他已经拦不住我了 我已经站上来 想开箭的家 他就说 我去他就好 然后就哭着就走 我自己也站在那里 我就看见他父亲 他不是显出那种 非常担交的样子 他可能也是觉得 有一点惊艳 这个时候的话 他也知道就是 他没办法阻挡他这个儿子了 那种有一点复杂的那种表情 三十多年过去 就是用脸就是浅浅 这种的一个 不过去的发现 当时我那是中学 我们那个城市福州时 我记得各大学的学生 都打着横幅标语 我也在那边跟着喊 六三个晚上 我就早早地 我就坐在电视机前边 因为听说今晚有清场 当晚的话是听到就是那种 类似于鞭炮声 就像过节似的那种打枪声 就是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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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市民根本抵挡不住 这些拿枪的人 当时他们就说 如果不快点拉走实体 连孩子的骨灰都看不到 就是六四早晨 学生在撤退中间 坦克从天门广场追杀到六部口 这个过程中间压死了人 而且后来压死人之后 他们还用枪来扫射 虽然我没有亲身的在六四里边 遭遇过任何事情 但是我认为六四重塑了 我的世界观 价值观和历史观 相当于是重塑自己的灵魂 当我第一天进房间的时候 就是说大家说了绝食 完了以后这个房间关闭以后 我去送货的路上面 在高速上面 我就流了十多英里的眼泪 因为我想起了我们同学们 为这个民主运动 所作出的牺牲 想起我们以前的时候 我们跟他们在一起 我们自己的心愿 所以我心情非常的难受 我只要是说起 八九年的一些关键的那些事件 我都压抑不住 这场运动 以一个悲剧构终 以屠杀构终 对我们来说的话呢 这个历史的伤痛 我们心里头在滴血 它一直没有好过 这种屠杀 一直从三十二年以前 延续到今天 我想替别人分享一下 那这位哥哥他目前在德国 我是为数不多的 从他口中得知 他哥哥被杀的故事 去世的这位死难者叫五相多 那他的妈妈就是 天安门母亲群体当中的医院 叫徐玉玦 1月3号晚上7点 五相通就送女友回家 父母就一直劝他说 你别走了 你别去了 但是没有劝住他 他送女友以后 就去看学生 一直到4号晚上 大概15点多 在父亲医院前 那个自行车棚前 就围满了市民 排着长队 沾仰车棚内被戒严部队 残酷杀害的一些大学生和市民 他的父母看到名单 第一位就是他们的儿子 吴向东 他的妈妈就大声问 我的儿子在哪个病床 没有人吭声 然后有一个小伙子就说 这个名单上所有的人 都已经死了 然后我妈妈当时 一下子就昏死过去 那时候外面还有枪弹声 他妈妈就被震醒 然后他就使尽全身的力气 拉着那个白衣大夫的胳膊 说你们一定要在救救向东 可是那些医生都在流泪 其实当时就说不让输血 连眼水都不准给输 就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孩子们 这些被枪杀的人流光血 然后当时还有军队来把尸体拉走 然后夜晚的时候 就有便衣的中共军队 来抢尸体 消灭罪证 有些痛呢 就是一刀痛下去的痛 像天安门母亲 失去的这些子女 广场上死掉的 还有在六四当中 失去的那些年轻的生命 有些痛呢 是那种持续的那种顿痛 像我们今天活着的人 每每想起那一场图层 那一场灾难 我们的心思持久的那种疼痛 持久的在流血 经过这么多年 他们第一次有机会谈这个事情 他们的那种投入 无论是这个痛还是当初的那种激动 这个在中国人的生命经历中间 都是非常少有的 那么现在过去这么些年了 各行各业自己做自己的事 那我想我能做的是什么 我尽量现在开始 把一些关键的时候的场景 尽其所能把它尽量客观地记录下来 北大的一个买书的学生 居然不知道六四有些事情该知道的 他不知道 一方面是他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心理人 没有去讲 没有机会去讲 没有功夫去讲 没有胆量去讲 都是各种各样合理合法的理由 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去讲真话 如果说从六四这么大的立场 别读悲剧 社会悲剧 都没有能够吸取教训 后人都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事 那这个责任 我觉得与其说是党的领导 但是也和我们这些人 过于相怨 过于犬如 过于不负责任有关 我们没有权利要求 95%以上的八九一代 去考虑这些事情 那么如果你考虑了这些事情 你就把它呈现出来 老子当初说 可以吗 了 就是 了